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我要自学网出品的 Excel VBA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21课 今天学习的内容是 Find的单元格查找技术 那么这几课我们将会学到一个方法 就是Find的这种方法 那么 它是在区域中查找特定的信息 和我们前面 上一课学的定位有点相似 但是这几课讲的Find 实际上跟我们讲的哪一个呢 跟我们讲的这个查找差不多 查找差不多 也就是Find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查找 只不过是用代码来表示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它的表达式 参数比较多 一个表达式 然后呢 Find 然后后面 有一长串的参数 你看 对不对 有一串一串的参数 我们拉开一点 看能不能看完 有什么what avatar look at look at 那么等等之类的 有好多 大概有八九个参数 那么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前面 在前面 这个工作表里面做了一个对应的表 比方说举个例子 what是干什么 就是要搜索的数据 然后可谓字符串或任意 Microsoft Excel 数据类型就是你要查找的内容 说实在一点 那么它所对应的查找 上面 所对应查找的就是这个 查找的内容 what 查找的关键字 可用同配符 那么这张图的话 是我自己花了一点时间 把它做的对应 再比方说 after 是什么意思呢 after的话 在这个上面 我们看看有没有 是不是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的话 在上面没办法指定 它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从哪里开始搜索 从哪个单元格开始之后进行搜索 比方说现在 比方说我选的一个区域 这个样子 那么它就从什么样 一一单元格 下下这样来搜索 向下搜索 所以就算你要指定 当然你不指定的话 它就默认从第一个单元格 向下面搜索 比方说我现在我指定 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想从这个F6单元格开始搜 那么它就从F6一直 跟着搜搜搜搜搜 搜到这里以后 它又回过来 又搜搜搜搜搜 又搜到这里 是不是 是这样 这个样子 就是你要指定 一个搜索的起始位置 开始的单元格 然后再比方说 lookin 在看上面 lookin对应的是哪一个 就是查找的范围 你是要查找值呢 是公式呢 是批注 对应的单词 又在左边写着 后面我就不一一写了 不一一说了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这个参数 然后来展 我再说一个吧 比如说这个 search direction 就是搜索方向 你看 是向上查 还是向下查找 比方说 你在这个里面 是顺着往下找 还是顺着往上找 这是搜索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 中据 这边的参数 来对应查找 它在这个查找功能里面 是哪个功能 我都写得非常的全 就是非常的全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实际上也不用记 不用记 你用多了 你就熟了 因为这种东西 记起来是相当的麻烦 好 我们返回来 如果你还不太懂 还是照以前的老方法 你可以选择fun的 这个方法 ife 这样它就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 它相关的信息 这个不是它的 我们重新看一下 这个才是 对不对 这个才是 你看 它有好多的说明 大家没事的时候 可以自己来看一看 那么它的相关参数 这些也有 也有 好了 这是这一个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运用 这个运用就是 查找最后一个单元格 那么我们在哪里 做实验呢 在这个 是三 也就是在我们的区域里面 我想找最后一个单元格 那是这个 对不对 以前我们可能会通过什么呢 通过 查找行数有多少行 列数有多少列 行数有多少行 然后找到它交叉的地方 那么 就是它最后单元格 比方说 以前我们就用 查找行有12行 找到一个12 找到列呢 是不是有四列 就是一 一列两列 三列四列 然后第四列 对不对 就是12行四列 找到这个单元格 就是最后的 但是现在我们用 一个犯的方法 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 这是一个变量 对吧 最后的单元格 Sales 就是在整个工作表里面 进行查 整个工作表 整张工作表里面 进行找 找什么呢 找到内容是什么 是一个信号 就是不确定 不确定 然后这里面打豆号 应该大家都知道 什么意思 就是跳过这个参数 比方说现在 你看 after 就是从哪个单元格 之后开始 默认就是 从第一个 然后呢 look in 然后第三个 look at 那么这个 我们 在第二个位置 第三个 look at 就是你要找什么 看一下 刚才我们介绍了 look at look in 对吧 我们要查找的是什么 类型的东西 这里写了什么呀 formulums 就是公式 看是不是 formulums 是公式 所以我们要找到什么呀 是公式 是公式 然后后面 跟着再过来 最后 要找到这个 查找的方式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你也可以查一下 对吧 实际上就是这个 向上查找 向上查找 那么它 所对应的参数就是 这个 search direction 就是查找的方向 查找方向 向上查找 也就是说 它会这么来查 在这边 从下边往上 查找 那么最后 它可能查到 这里的时候 网上一找 找到这个 最后一个是它 因为这些 网上一找 都是空的 都没有内容 这个网上一找 找到第一个 有内容的 甭我 它是什么内容 因为我们这里写了 新号码 随便什么内容 只要不是空的 所以它找到 最后一个 从下往上找 找到最后一个 就是它 为什么不从上 往下找 如果从上 往下找 它就找到什么样 就不会找到这个 不会找到这个 好 这是它查找的方式 那么我们在里面 确定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 它的类型 查找的类型是公式 然后是从下面 往上找 最后 这个查找出来的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单元的对象 是一个range对象 既然是一个range对象 我们就会 做一个set 因为是对象的话 我们都要用一个set 对不对 变量是 对象的话 都要用set 最后我们就再来看 rangeA1 就是将第一个 单元格连上 最后一个单元格 那么 相当于 就是这个 连到最后一个 是不是 A1连到最后一个 单元格 如果 连上以后 然后再做一个select 选择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选好了 那么如果现在 你把它推上去一点 拴出一些 它是不是也会 很智能的选择 很智能的选择 当然这个fine的方法 不仅仅如此 那么这几课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 讲一下 它这个功能 fine的功能 其实很强大 后面还有几句课 我们会专门讲 这个fine的方法的运用 好了 这几课就讲到这里吧 同学们再见